我冤架是乖的 我实际我是赶我一迷路 你倒是鸭子又滚了 前两天带我公公婆婆去看病 我公公做的磁工症结果出来了 刚跟医生通完电话 医生说还挺严重的 我找他们商量一下看怎么办 那样子 你前面那个树上都没摘干净 摘了几个 那 哎呀 还有这么嫩的 好 我最喜欢是没打药 没 鸭子那个检查结果出来了 刚刚我有一天打电话 他说还挺严重的 估计要动手术 这边鸭子这么刚刚 等会问一下鸭子看他怎么办 要动许四肯定的肯 那样子上去 我现在去 按我把我扭过来的肯 肯定的肯定 大不足 走许四肯定的肯定 这不是前不前的事 主要是鸭子年纪有那么大了 哎呀 什么不好 哎娘子快和头发套住了 他想勾住你 他想勾住我 都是帅哥嘛 来娘子 这钱 我一分都没用 然后人家医院都是扫码支付 我都是扫码付的 你拿着了 你查完 你去九点 拿着的 我们做子女的应该的 你拿着了 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 有的时候要给人家行人情啊什么的 随份子钱 你都要用到钱 你拿着了 身上还是多多少少 又有点钱的 哎呀这老两口还有存折呀 哈哈哈 这存折是真多 17年最后一笔里面还剩下50块钱 就这一个啊 哈哈哈 看一下这个 这个全部取现存款 0元 这里面还有50 来娘子 这两盒是你的药 就是那个酱压药 以后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刷牙 第二件事就吃药 要空腹吃啊 我帮你看了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就好了 我没给你刷牙 它今天到晚也好了 你吃后都没得理 决心没得理个药 吃了有副作用啊 但是你太硬了 这酱压药它就是那种你一旦开始吃了就不能停了 就要每天坚持吃你别三天打鱼两天散网的 那样子 嗯 等我下去了鸭子来了我跟他讲啊 你就劝劝他 你就让他去动手术 哦 不然以他的性格你也知道 啊 信不了 他不会停 他就会信你的 一般人都应该去死的 有机会再接起来 他那么大年纪了 抬不动 那个东西好重的 人家有年轻人 上次我都劝不动他 这三口信 你全身人 右侧刚上肌腱损伤 右肱骨大结结骨髓水肿 右侧拱二头肌 长头剑烧 周围有少量肌液 请结合临床 鸭子 我跟你讲你这个胳膊结果出来了还挺严重的 那个医生跟我打电话说 建议你去动手术 要动手术 那个医生说动完手术差不多要住院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样子 然后呢还要康复治疗三个月到半年才能恢复 而且不敢保证就完全能恢复 几个等手术有好多年纪的 我问了 他说让我们准备个五六万块钱应该就够了 他说动手术到出院 就是你这个偷了很多年了呀 就是差不多年纪 我学今我一个年纪的妈都要等手术了 有五六万块钱 我们这都是看完看你起来 那医生说让我们准备个五六万 从动手术到住院应该就差不多了 有哪多钱 那手术啃一啃 现在就啃 你差人过来 既然你这个香羊 这之前在两个都手术 手术没动手术 他的有一个好理的 而且来好理的 几百个人起 人家让动手术肯定就是有动手术的必要 不叫修巴做个动手术过去了 你把我的动手里改过去 嗯 把你的肉 嗯 对 把你的肉割了去 不像人家样子把你过来割了去 就把他修功过 破开 用再把马子动 哎呦 你别说了 我本来就知道的 那不去动手术 你再那样讲讲讲 啥事啊 反正他不去 哈死个人 你看 你在医院里看 刚能修身的医院去 啊 你在医院去怎么吃啊 别啊 糟糕破口够了 我现在 我直接摸在面表 我就落个心里 等下我拿去的他 那吃能吃的好 那动手术就好了呀 不听 你懂又不懂 你死将 要动要动 你也想去哈 反正不管动不动总得去复诊吧 对吧 拿着那个合子工程结果 再去问一下医生不 前两天视频发出去 很多朋友说可能是尖周炎 但是看了这个结果 朋友们这是不是尖周炎啊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公公说都痛了很多年了 我婆婆骂我公公说 都是你去帮别人山上抬棺材抬的 这个地方损伤了 基建损伤了 不知道是不是 你也别为这样的事情生气了 你也别操心 等龙佑回来 我们跟龙佑商量一下 你看这反过来呢 也是一件好事 对吧 你看我们小的又不是不管 我们都想着 你去动手术能看好 这要是我们小的不管 那你痛着也不给你看 那你才应该生气啊 才应该吵啊 二个人在我 你二个人是个无端 你压一个人 要几乎的 我个无端压一个人 你不听个日子 回来不去住了 我知道你 我自己当学习过了 你当 龙佑你上来一下 也没啥事 就是 丫子那个 磁工证件还结果出来了嘛 然后问了医生 他说蛮严重的 要动手术 然后 我们在下面前面讲 你哥跟他讲 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一样子是不去动手术 然后他说我死了 也不要你们管什么的 那个人就吵起来了 就那样子 我是觉得这样一个 时间没必要吵架呀 这么多年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看 以前跟罗兹 不是带他去尝尝乡 乡雅做全身检查嘛 他也是那样子啊 嗯 他最后检查做了 然后医生说 让他这样那样 后面你那点药 你那点药 钱花了 药又没吃 他反正就那样的个性 但是 他这个手啊 如果真的要动手术的话 大概多少钱 我也问了那个医生 他说 手术到出院 让我们准备个五六万块钱 他说就差不多 他就是担心 他几万块钱 知道吗 你一家说几百块钱 把手术动了 你看他动不动 其实我在想吧 动手术多少钱 你别跟他讲 就是 肯定可能是要几万块钱 你动个手术几万块钱 肯定要 但是就跟他说 到时候就一万块钱 两万块钱 然后就 这个钱就我们一起平摊一点吧 这样子他就去了 你看之前那个检查也是 跟他说五六千 他肯定不会去 但是 最终虽然说花了那么多钱 但是 就跟他说个两三千块钱 他就去了 我觉得 艾天有时间就带他去想想 再检查一下 确认一下 如果有动手术的必要 那就动 我也是这样想的 就不管多少钱 钱是其次 最主要是你 你震动的手术那个手 对 他要半年要修养 半年到一年 对 他还说 他说也 不能敢保证 能够完全恢复 对 所以要不我就这样想的 反正你现在也试图两个孩子 然后还有 自己的事情 嗯 我就要不带姥子去 湘雅去再检查一下 如果湘雅的医生也说是建议动手术 那我们就在肠下动手术 嗯 他哪里动都没关系 就是说有没有必要吗 如果说可做可不做 那就没必要做了 他自己他也不同意做 年纪又那么大了 不长 主要是就没那么容易长好 当时有一点 就是 你如果真的要去动手术啊 你提醒要把鱼汤这些事情安排好 对对对 他那个性格 他随家里要帮忙的 他忍不住的 我知道 等下家里的鱼又饿死了 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 不把这些事情安排好 他的手术动也别动 我就先带他去乡雅再去看一下 哦 如果乡雅那边也是说动手术 那我们就到时候再商量着看 如果乡雅那边说他们取点药也可以 不是说非必要要动手术 那就取点药先吃着嘛 哦 我们就去中文人 并不干什么 并不清